最近話題不斷的知名網紅chip 他日前呢 才因為這個批評國中生化的帝王條款 引起了討論嘛 那他在20號上午的時候 現身了士林地檢署 他要做什麼呢 他說他要對網友提告 但是提告的原因 是因為在三四個月前呢 他說有一名消息的網友 對他知名道姓人身攻擊 甚至呢 還將他的家人 包含他的父母啊 妻子等人的工作地點 還有部分的個資公開在網路上 讓他覺得相當不應該 因此決定向網友提告妨礙名譽 我就是做我的交通改革 就是讓人可以好好的走在路上 我們不要再免於交通暴力所苦 就這麼簡單而已 我就在做交通改革 我也沒有要幹嘛 我也沒有說 攻擊特定的政黨 攻擊特定的人物 攻擊特定的團體 都沒有就交通改革 所以我也不知道 為什麼這個人這麼討厭我 那是第一次發文嗎 我也不知道耶 應該很多次了 對應該很多次 只是就是有網友跟我說 欸 Chip那個誰誰 指名道姓罵你 然後又 漏搜你的家人 公布你家人的名字 我覺得這種不對啦 對不對 你就好好跟我討論交通政策就好了 台灣是民主社會嘛 又不是說不能討論 就他那個內容大概寫了什麼 就說我Chip老婆 Chip住哪 然後老婆是誰啊 然後爸媽是誰啊 這個 這個都很不必要吧 我在討論交通政策 你有什麼 對交通政策不滿 你可以來 跟我討論 開庭不到半個鐘頭 Chip部出地檢署 向記者表示 是一場誤會 與網友是無條件和解 最後他更不忘呼籲 交通部要把工程做好 給行人跟駕駛一個安全的道路 一人大牙周一配 在6月的時候指控11年前曾遭黑人性騷擾 而事後被黑人夫婦提起妨礙名譽的訴訟 而北檢經傳喚5名正人到案後 在19號給予不起訴的處分 而最為正人的貝童童 事後也在IG Take大牙的品牌道賀說 值得開花慶祝 我一開始 藉著大家的勇敢站出來講 也沒有想過會變成今天這樣 但我會加油 藝人大牙周一配今年6月指控黑人陳建州11年前 在飯店對他性騷擾並提告 黑人否認之後對大牙提起刑事妨害名譽罪告訴 台北地檢署二度傳喚雙方出庭說明 並傳訊5名證人協助釐清案情 他們表示都聽過大牙說過此事 因此檢察官認為大牙發文並非憑空捏造 19日針結將大牙不起訴 對此大牙發文表示 一直都相信正義會來謝謝司法 也希望這個消息能帶給那些人 深陷在MeToo裡的朋友一個鼓勵及信心 大牙的老公阿廖師也在IG發文力挺老婆 寫道天冷但心很暖 法院認證不是亂說話 而5名證人中也包含前黑社會妹妹貝彤彤 她表示聽過大牙轉述 黑人說鬆一下熊抱 你泛泛姐就不愛那種事的內容 如今不起訴 貝彤彤也take大牙的品牌並寫道 今天值得開花慶祝 當時一名饒姓化妝師也和大牙黑人一起到香港工作 如今出面作證 提到當時結束工作回房間要拿面膜給大牙使用 沒想到一開門就看到大牙相當驚恐 要他們趕緊進門 並提到黑人說 你又沒試過 試了搞不好會喜歡 等誇張言行 他們還在震驚之際 大牙又接到黑人的邀約 到房間看DVD的電話 且化妝師並不是唯一的證人 還有大牙的經紀人 大牙閨蜜等共五名證人 因此檢察官不起訴大牙 台北地檢署在昨天是針結將大牙不起訴 而至於黑人的前經紀人 在當時他有出庭作證力挺大牙 他指出黑人會提告是因為他的國王個性 更心疼大牙決定提告前下了很大的決心 是因為想要原諒自己當年的懦弱 黑人前經紀人是大牙的現任經紀人 這次風波他也出庭作證 透露從2017年跟大牙合作開始 某一次節目需要和同城的男藝人有親密互動 但是大牙百般拒絕 追問之下才得知大牙曾經被黑人性騷擾的廣事 經紀人表示這一次黑人提告的舉動 就符合他不容詆毀的國王個性 直言對黑人告大牙的舉動感到不舒服 因為大牙沒有假造PO文所描述的情節 對於不起訴的結果 大牙在昨天發文回應說 一直都相信正義會來謝謝司法 我依舊相信做對的事情不需要猶豫 也希望這個消息能帶給那些仍然深陷在MeToo裡的朋友們 一個鼓勵和信心 一人NONO被涉嫌性侵十位女子 而台北地檢署在19號針結 其中三名女子的案情不起訴處分 另外有包括小紅老師在內的七名被害人指控的案情 則因為北檢武館狹犬 被移轉了NONO住所在地的勢力地檢署來續查 而根據了解北檢武館狹犬的案情當中 有些受害人指證相對明確而且有旁證 NONO恐怕未必能全身而退 一人NONO今年6月捲入迷途風波 被控涉嫌性侵十位女子 但其中三案卻不起訴 不過NONO也未必能全身而退 十幾塊二十個受害者 現在就是一句造型都沒有 完全沒有 當時網紅小紅老師收到了二十多位受害者的字數 整理成NONO犯罪懶人包 但只有其中十人完成告訴程序 不過有三案北檢19日給予不起訴處分 是因為告訴人僅提出單一指數 其中一人表示是2011年時 在NONO的白色冰室車內被他強吻柔胸 還噁心表示觸感真好 另一人則說2010年夏天在北市中山區某會館幫NONO按摩時 遭對方壓制性騷 更說我就喜歡你這種可愛型胸不搭的 但NONO卻一概否認聲稱沒有印象 檢方在NONO手機內也沒有找到與兩女的聯繫記錄 他們也提不出任何旁證 第三案則是一名方療師 承2011年至2013年時 幫NONO做油牙按摩時被他印上得逞 當時女方哀求 你不要這樣我很害怕 沒想到NONO卻回他 我比你更害怕 下體更因此撕裂傷 不過檢方傳訊受害人雇主等人 對NONO到店的日期及次數都兜不攏 受害人也提不出其他證據 因此這三案不起訴 另外七案則移轉到NONO住家轄區的 士林地檢署繼續偵辦 不過NONO未必能全身而退 因為這七件中 多位受害人的指證相當具體且有旁證 像小洪老師就有明確敘述 因此NONO之後可能還得再跑一次偵查流程 包含出庭應訊 詳細偵查結果則有待事件繼續調查釐清 對於其中三案不起訴 小洪老師昨天就表示 他一起傳看到新聞的時候 也是震驚了好久 但他還是說自己會持續的奮陣 到底絕對不會退縮 他還說目前陸續收到的受害人數 截至目前為止 正好跟注音符號一樣多 雖然案件還在持續偵查當中 但是對於判決結果小洪老師仍然感到吃驚 他表示目前還沒有收到台北地檢署 正式的書面通知以及不起訴處分書 等收到之後會與律師研議後續 不排除在意的可能 這場戰真的不容易 我們一定會堅持下去奮戰到底 而雖然結果不盡理想 但小洪老師說他對司法有信心 尤其看到這些受害女子的經歷 讓他無法容忍 相信檢察官會還給大家一個公道 小洪老師更提到 你們只看到十位女孩透過司法來發聲 但很多人只是不願意再把傷痛一遍一遍的撥開 有的人光是回溯過程就會崩潰大哭 所以選擇在後面聲援 每個女孩都是將自己隱藏在內心深處多年的痛 趁這個機會為自己勇敢一次 而藝人黃子教今年六月的時候 也捲入多起性騷擾的指控 而從演藝圈身影至今五個月 期間除了現身台北地檢署接受調查之外 都沒有公開來露面 19號他主持的廣播節目小編 突然發文PO出兩個人的對話 他提到過去主持過年紅白節目的往事 罕見透露心聲 黃子教曾主持的電台節目飛碟吳子琦19號PO文 分享和黃子教的對話截圖 也意外透露了他的近況 他傳了一張心愛的麻辣鍋照片給小編 並感慨表示好走沒有突然銀框了 無忌快遞來的老味道吃了N年的麻辣鍋 有一年紅白累死後 我還約當年搭檔三國製搭檔主持群一起去消夜 這時間點吃著鍋感觸是五味雜陳 而事實上從2018年到2023年黃子教一直是超級巨星紅白藝能大賞的主持人 今年因為MeToo事件缺席 該由徒弟Lulu及其他藝人接棒 在這特殊時刻回味往日的滋味 讓他一度泛淚 心情格外複雜 然後記得按照片 然後準備了一些膨星紅白藝能打成一張專家